原标题 苏俄因饥荒首次向全世界求援 看美国援助才挺了过篮 1921年 苏俄爆发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饥荒 这场饥荒的原因比较复杂 自然灾害 战争以及新生的索额政权领导人都负有关系 这场饥荒造成了三千多万人受灾 其中一半以上是儿童 在抗击饥荒的战斗中 新生的布尔什维克政府 第一次获得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援助 这场饥荒波及到了35个省 受灾区域包括福尔加和刘律 北高加索以及乌克兰的一部分 当年的粮食收成 比起1913年少了好几倍 造成了至少五百万因饥饿而死亡 福尔加和地区饥荒猖獗的传言 是在1920年12月 传到莫斯科和彼得·伯勒的 当时著名的社会学家索罗基 在1921年 前往了萨玛拉和萨拉托夫省的村庄 随后在自传文章《漫漫长路》中写道 路边的木屋早已经废弃 屋顶也不翼而飞 窗户和门框只留下空洞 茅草屋顶的小屋已经被推到 被当作食物吃掉 在村庄里看不到任何活物 所有的动物 奶牛 马 羊 狗 猫 甚至乌鸦都被人已经吃光了 站在白雪覆盖的街道上 整座村庄一片死寂 在曾经的猪圈里堆满了一位饥饿皮背而死亡的村民 成千上万的儿童流落街头 他们的父母早已经在饥荒中饿死 苏格政府向全世界呼吁帮助下饥饿中的福尔加和地区 不过对于曾经想推翻自己的西方 苏格政府还是保持了警惕 列宁在寻求援助的同时也表示 目前统治世界的英 美 法等强国资本家们 虽然向我们表明 他们愿意援助我们的基民 但他们想利用基建 来消灭我们用鲜血和汗水换来的自由 永远夺取公勇手中的政权 很快美国方面就同样的对苏格展开援助的请求 但美国的援助也不是单纯的 在武装干涉失败以后 美国人寄希望于饥荒的援助 对苏格政权施加影响 美国旧技术在苏格组建了广泛的实物供应点 其中锦儿童就救助了约一百万 美国的援助行动一致 持续到了1923年6月 因为美国人发现苏格在接受援助的同时 竟然还在对外出口粮食 最终美国旧技术在五月底正式通知苏格政府撤离的决定 并在当年夏天所有的美国工作人员回到了国内 在1921年的饥荒里 苏格差不多一半的鸡民都接受过美国的援助 要不是美国人身手 可能在这场饥荒中饿死的人数将更加的骇人听闻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本来是